第一步 我们把箱子的两个安全扣 把它旋开 然后掀起箱盖 第二步我们用锅子 把尼龙扎带把它打开 然后检查一下里边的配件是否齐全 有吊钩 链条 主机 还有机链包 初次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 要仔细阅读我们的使用说明书 并严格按照里边规定的内容去操作去执行 现在这种使用场景是典型的倒挂使用场景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链条钩自由端 然后挂到咱们这个顶层的横梁上的安装点上去 我们的吊机准备运行工作的时候 需要把它烘电 然后把我们的吊机的红色插头 和我们主电源线的插头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按我们的吊机放置安装链条的正下方 然后就可以供电让吊机运转了 当吊机在原地运转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把链条产生打结的现象 用手去把链条捋顺 这样比较利于吊机的使用 也比较利于吊机的寿命和延强 当链条基本上全部进入吊机的时候 吊机马上就会从箱子里边被提升起来 我们一手扶住箱子 另一手扶住链条 保持吊机的稳定性 这样吊机就成功的起出来了 现在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悬挂状态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它吊机和行架去进行连接 用安全的吊带 然后把它固定在行架的上面 然后另一端用我们的链条中端的吊钩 跟它连接在一起 我们的吊机跟行架全都连接好之后 然后需要做一个起步的调平 就是把行架离地一定的距离 比如说20公分到一米之间的距离 然后停止 然后用眼睛去观察行架是否平整 如果有个别点低或者高的话 就是单别的单独的点 进行一个方向的微调 这样就可以了 如何确定每根行架上边的吊机 是否全都吃上了力 有一个简单的简单方法 就是我们用手不在这个承重链条上去晃动 如果它觉得很松很软的情况下 说明这个吊点没有承承力 就要把这个吊点单独的向上升一点 用手去换它 它很紧 说明它的受力很正确 2019年马特达北京新米发布会 所有的起程和北京都特别提供 加油 打点线就够了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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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